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 美国华人协会南加分会等多个社团 共同的举办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座谈会 30多位的代表轮番上阵发言 表达对520之后 蔡英文上任的表现感到不满 希望蔡总统能够更清楚的表达立场 承认九二共事 蔡英文女士当选之后 她从来没有明决的 承认九二共事 她是非常的茅无 这个焦点 所以我觉得 我们身为海外 玩玩玩玩乔 尤其是老乔的一份子 有这个代言来提醒她 要明决的刻印 为什么 因为只有她认同九二共事 才能够对海鲜两岸 这个经济稳定 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前途 只有她认同 就台湾一定会更好 我们身为一个海外华人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提醒蔡英文 那么不要背离所谓的九二共事 一中原则 或者是一中个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两岸发展的基石靠的是这个 如果说今天她真的一意孤行的话 那将来对两岸人民的情感伤害会 会很大 那么同时也会造成两岸很大的危机 当天出席座谈会的主要嘉宾 包括了美华总代表蔡成华 美华联代表陆强 月检辽代表乌景辉 合统会刘青 促统会李扬 华人社团大联盟林干花 老乔军英工商会杨德成 翠胜工商会关中芳 美国国际妇女联合会代表司徒乔林等等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